俄军持续炮轰马裂坡的亚树钢铁厂 内部有不少乌军仍然坚守在内 守军的家属14号在基辅召开记者会 纷纷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紧急请求 希望他能居中调停 让受困的乌军能平安撤离 我们请我们很厉害的总统的美国 习近平 表现了大爱 大态度和世界的重点 这些家属声泪俱下的表示钢铁厂内部已经没有存粮 药品也所剩无几 生活条件有如人间炼狱 虽然乌方传出要以俄国的战俘交换钢铁厂内的伤兵 但是谈判到现在任无结果 而俄军的特别军事行动 到现在遭遇不少重大挫败 在哈尔科夫已经被乌军逼到姐姐后退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承认 在乌东顿巴斯的局势仍然十分严峻 不过乌克兰的军情局评估战争八月份将会出现转折点 预计额军在年底前就会战败 记者综合报道 旺旺水神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台一直在喷咽的 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 哪里买呢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 好同时呢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看哦 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 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CTR588 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